新丰街162项社区道路 路边停满车辆 看似整齐排放 但走到另一侧却变成这样 那因为这区域呢 是私人土地的关系 所以甚至有这个没有车牌的车辆 停放在这边来导致一个 可能会发生一些社会秩序的一个安全问题 私人土地上被民众长期占用 地主设置高斯牌提醒 还有的车辆大牌都不见了 车子一停就是好几个月 这没有人行道 那因为长期的话 因为这边是私人土地 就是等于说是私人道路 那其实两边的话 人车会一起所以蛮危险的 一旦停车了 这道路就限缩了 那大家下班回来 如果是坐公车的人 他其实公车不会进来 那他只能从外面这样走上来 那加上路灯又昏暗 这一定是陆陆续续会发生 社区停车乱象 夜晚车道被占用 行人根本无法通行 这个月二号 一名富人走在路上 遭到后方机车追撞 导致肋骨断裂 他是断掉两个肋骨 他是往后撞 那我回头 我知道撞车了 那那个机车 机车是往左 往上冲 他也倒地 倒地了大概二十分钟以后 他还大概才醒过来 眼看大小车祸 层出不穷 新丰街162巷 三个社区管委会 在市议员许越池召集下 邀请了市政府 消防局警察局 地震处等单位 现场会刊 要求市政府公权力介入 划设禁止临时停车线 防止车辆占用道路 一开始我们是很浓人 我们是很期待 可是到最后已经变成乱象的时候 已经就是没办法检手了 怎么说 因为就你所看到的 所有的混乱还有造成最近陆续的车祸 已经不是一起了 大大小小应该在这个月 都已经两三次了 都红线的停 旁边的停都停得满满 只剩下一个车道 一个一部车子人行 人呢 人喔 人喔就 有时候就很 没有人行到 就跟车子 争先恐怖了 但是这边跟公共通行已经长达15年之久 而且交通乱象频繁 包含违规停车 甚至是还有民众因为占车位而有互殴的情形 三年前甚至发生一起重大车祸 因为违规停车占用了一半以上的道路 导致后车追撞 然后导致民众肋骨断裂 因为这附近的一个停车乱象 是因为没有办法合法的划设交通标线所制 但是依据停车场法第15条 主管机关有权利在影响人车通行 公共安全时来维持停车秩序 那也依据我们基隆市禁止停车的 交通标线划计的程序办法规定 民意代表可以在需要划设交通标线的地点 来办理会刊 要求交通单位还有交通处 来办理交通标线的一个合法划设 市议员许月子强调 社区道路已经提供民众通行长达15年以上 市政府公权利应该介入划设禁止 临时停车线让居民进出通行 避免因为违规乱象增加受伤的风险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导 这边基隆又躲雨 所以一旦下雨